Beggy我現在拉一次你這個版本 看你覺得如何 溫泉 你覺得怎樣 Beggy我現在有幾樣東西可以看看 你這裏想做一個什麼效果 你覺得什麼是最重要的 你有沒有想不想到一個目標 當然我們不是只說音準 節奏對 這一句裏面你有沒有一個想要的效果 可能是他頭五個音好像是一個 好像走樓梯上去帶他去一個地方 好 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在Zoom 我不是很聽到那個方向 不是很聽到你想帶我去哪裏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不知道你這本書的出版社是什麼 是Baron Writer 還是 Tanny 好 好 我不知道 這個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 如果這個是一個好的版本 而你是不跟它的話 所謂的好版本 就是最貼近原著的版本 如果你開始的那四個音 是拆開了兩弓的話 其實效果是兩回事 就算你說你拉得多Legato 也好 就算你多小心也好 總會有一點好像Action 如果你真的要分弓的話 你真的要做得很Smooth Smooth到好像四個音是一弓 如果我們去看本來的功法去看的話 它能做到什麼效果呢 是很容易做到 接著去哪裏 接著就才是 就很清楚有一個Pow 但是如果你開始 好像比較斷了 另外一個地方 稍後我們也會再拉 就是第六個小節 有一個Tie 這裡 雖然它那個連弓 好像分開兩塊 但是如果你 那又變成斷了 其實我應該給它一條弦 很容易聽到的 OK這個也可以 但小心就不要有一個很明顯的換弓 好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考慮這個Fingering 如果你用這個Fingering 當你在三把位 還是你現在已經在做 然後下去一把位 你是不是在做這個Fingering 我應該是 即是那個 長音 我應該是在第二位 然後在 過了這個Trail 之後才接下去 OK 這個也可以讓你參考一下 如果你是 你前面不是在第二位 而是在三把位 第三位 的話 就是這個 三把換一把位 其實它已經有少少斷開 但這個斷開 不是靠那個 就是沒有那麼明顯 沒有那麼明顯 是的 盡量看看可不可以 就算你現在用多幾弦都好 但是整體的感覺是 飽滿一點 嗯 因為其實我 我比較擔心 就是為什麼我選擇去換一弓 就是我怕我 整支弓 為什麼呢 那四顆音 我要折落一支弓 我會不好聽 就是很多信心 一弓拉四個音 一弓拉四個音 很夠弓的 你不要浪費 首先你不要浪費這支弓 你不要在不應該快的地方快 是絕對夠長的 是絕對夠長的 我真的不太喜歡這個 分開兩下 這個不是 其實是很明顯的分別 如果Mozard 他覺得這四個音 他擔心 是裝不完在一支弓 那裏 他一定會已經寫了兩個音 兩個音 但是 是很悶的一個 很普通的一個寫法 如果 誰都知道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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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的這幾個小字已經是說了一個故事給別人聽 我覺得是圓滿很多 你沒有這麼說給別人聽 我擔心自己不夠功,所以我就要用兩個音的歌 好,謝謝 如果你要用本來這個功法,要怎樣才行 第一,你的F-Sharp要響弓筋 第二,這個很重要,就是你要想著一個Crescento 如果我們想Crescento的話,即是開頭的兩個音 要少一點還是多一點,或者慢一點還是快一點 當然是慢一點、少一點,對不對 剛才你有點調轉了,你覺得這裡有這麼多功,讓我先走快一點 所以你去到第三、四個音,好像快要浸沉 那別人就不想聽下去了 但如果你有一個Crescento 我知道落宮做Crescento不是最自然 但試試看這個能不能做到 你覺得呢?你覺得完全不夠功,不是 其實是視乎你有多小心,每一個音給他多少功 是不是? 你只想著這個詞,你就能做到 還有一樣就是 我覺得頭一個音要少一點 就不要低 因為如果這個音要稍為長一點 然後去到第五個音的F-Sharp,又再又 又好像Suspense那樣 這樣就變得太密 這些效果太密 所以 簡單一點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Pekky,你拿準 你左手拿準了這個音 你右手就要給點信心 就不要欲言又止 OK 另一件事 逢是相同的音 我們要給它一個Comma 即是現在第五小節的Mi Re Re 如果你是 比較一下這個 你不需要把這支弓 拿到很高 離開一條音 拿走 不用 但是一個Bah 是很suttle 很微妙 就不用太明顯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 就有趣很多 再試一下 這支弓 又是你 Ti La Ba OK Pekky 如果我是你的話 如果我從中弓以上去 但是我要做剛才的效果 會很冒險 因為你支弓會這樣震 所以 所以 你要利用第一個Mi 支弓鬆一點 讓它回到下半弓 然後這個一樣 多支弓 先讓我想一下 其實有這個想法 兩個音更清楚 其實你右手就慢慢知道 要在哪個位置做才對 Pekky 這個Mi 也是太小弓 我看到你睡譜那裡 其實是一條橫線 我相信其實也有一點是這個效果 你要鬆一點 記住這個Mi 是在做什麼 它是承接前面這四個音 一個好像Crescendo的效果 是不是 你如果是 那就是斷了 但如果是 你要給它多些工具 才可以托得起前面的Crescendo 你明白嗎 是 我好像調整了 是的 所以 功法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只是去想 夠不夠功 我們少一功 你後面就始終要想辦法 否則那些Boeing Upside Down 感覺是完全不同 譬如Bar7 一定是 這個才是一個安定 一個肯定一點的感覺 如果這個音變成上功 是完全是兩回事 好 好 Beggy我現在拉一次你這個版本 看你覺得如何 1 2 你覺得怎樣 音由掌浪節奏 對了 有什麼 你就這樣看 其實都 我覺得去到 第八個小節 那裡會斷開若狗 都不是 你覺得這個如何 其實是 其實我知道應該是 上A才拉好一點 我不是 我不是說 你上A才可以 100位拉 都OK 這個個人口味 但是你看看 你如果第一個音 有這麼多弓 但是你的上功 只是這麼少 你下一個一拍 只剩下一半 都不夠 你明不明白 那你比較一下 如果我拉的話 我就會這樣 所以這個一拍 那兩樣的分別 第一 如果那三個 三個 都只是給它半弓 你不止影響這三個 你影響到這個一拍 這是第一樣 第二,我們想第八小節的那些Semi-Qui-Fi 我們不是很想它在上半弓 我們想它回到下半弓 因為你才有弓去拉長音 如果你一開始沒多久已經逼到上半弓 全部都在上半弓 那你可以做的變化是沒有的 記住,弓就等於我們一道戲 你想做大聲,想做小聲,始終都要有弓 弓如果不夠的話,就好像限制了